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著名演員鄧光榮被發現昏迷在床上 救護人員到場證實他已經死亡 一個男子早上劇播期間突然土地昏迷 送院之後證實死亡 一個滑浪風帆教練在赤柱海面 玩風帆的時候昏迷 送院之後不治 每一年在香港大約四萬多的人死亡 有四分一度是要報給市民庭法官 估計一兩成會屬於絕死國 每一天每一年在香港其實都常見有人絕死 去年報章有關絕死的新聞 大約有140多片 幾乎隔天就是一宗 個案中的死者一半以上 還是正直壯年 今年頭三個月就已經有43宗暴動 不過這個數字其實只是冰山一角 馬孫立是港大醫學院病理學系教授 曾經擔任法醫官 多年以來他一直幫死因庭處理案件工作之一 是為撤死的遺體進行解剖 找出死亡的原因 撤死的定義就是一般人病發 開始到證實死亡 是一小時內 原因可以有很多種 最常見是心臟病發 解剖的時候 如果懷疑心臟病 其中一個最重要要看的就是 供應血給心本身 肌肉的幾條血管 這幅我們看到心臟的血管是很痛的 有問題的時候 血管就開始會這樣吸收 黃色那裏就是膽固醇和血脂 在撤死的情況下 我們解剖 亦都會見到血管是塞了 很多時候有些血塊 塞了最後兩成或一成的血流的位置 所以撤死的情況是短短 一、兩分鐘有些病人就會暈倒 一部小巴晚上洗經九龍城的時候 司機突然昏迷 車就安全停下來 沒有其他人受傷 他就迎頭車出 我便撥一撥他 打個招呼 我見到若無其事都沒有 半個小時不夠 有些行家拿大電話給我 就說阿國華出事了 我落到下面的時間 救護車都走了 我聽到警察在對港機裡說 他說死者怎樣怎樣 我當時很惡人 我就問警察 我說你們有沒有說錯話 他說不是 他上救護車已經臉都黑了 有魚 那60歲司機戴著氧氣罩 由救護車送到伊莉莎白醫院 證實死亡 之後在我們知道 他的心肌緊失 又是血管閉失了 而出事 又是心臟病 潘耀明眼看著行家好地地 突然間離世 他很感慨說 自己過去的生活 日夜顛倒 經常大魚大肉 煙酒不能 不過四年前 經歷過生死邊緣之後 令他開始有所反省 我有事之前 經常覺得肩周炎 肩膀痛 或者胃痛 那些事情 完全沒有想過 會有心臟病這件事 那天我一路開車都沒事 然後來到這個範圍 就開始 他人很眼花 他人的背部 飄爛寒 很不舒服 我便在紅綠燈上停下 懷疑心臟病發的病人 表現有很多樣化 有些人是有心臟病 有劇烈心絞痛 胸痛 然後出汗 作嘔 有些人是 以心律不齊 來到時心跳得很亂 有些甚至血壓很低 休克 是 他現在有反應 你冷靜一點 我們派人車過來幫你 心臟病發的病人當中 我們都留意到 年齡是越來越年輕化 三、四十歲、四、五十歲 看起來好像很健康 這些情況 似乎真的越來越多 當年 潘耀明也是心臟病發的運動 宋永那時心跳一度停止 幸好搶救及時 醫生幫他通回兩條血管 亦都改變了他的生活態度 以前我的顛倒生活 就算以前我駕小巴 我都駕十幾個小時 我由下午兩點鐘駕到晚上三、四點 但現在我反而 我駕一點多鐘開工 我駕到十點鐘我下班 暈少點就暈少點 放鬆點的人 飲食習慣 現在就盡量去 減少肉類 盡量吃蔬菜 可不可以 他中風的現在 他有沒有少少反應 中風是另一個導致撤死的主要原因 每年大約有三千五百人 因為這種腦血管病症而死亡 因為我們香港市民 現在的飲食習慣 漸漸西方化 再加上他們的工作 越來越過勞 所以病發率漸漸越來越多 也有年輕化的趨勢 劉兆章十幾年前中風的時候 只是三十六歲 病發之前 他曾經是電視藝員 後來從事廣告製作 中風之前 每天的生活就是工作工作再工作 健康不是我考慮之年 那時候因為工作太瘋狂了 七天七天沒得睡 第八天 還要回去開門 然後就爆 爆到病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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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了醫院 如果你過爐的時候 你的血管 全部都是拉緊了 你的血壓在那段時間裡 即使你正在吃藥 其實你都是控制得不好的 你再缺乏運動的話 你的人鬆弛不了 那他的血壓 增高了很多的時候 在你不知道的情況下 他的牆壁都是 血管的牆壁都是一樣 會破裂或者閉塞的 腦中風我們主要分兩大類 一類就是閉塞性 一類就是出血性 如果血管供應血 去腦是不足夠的話 你的腦部缺氧 缺氧 就會誘發到腦部細胞 在幾分鐘內死亡 那部分的功能都是會損失的 或者他如果出血性出得很大 或者出血性在那些重要組織 他的壓力增高的時候 他就會很快會有生命危險的 劉兆章那個個案 是閉塞性的中風 再加上出血性的中風 變成做了很多手術 去改變他的現象 我當日做完第一個手術之後 我的腦還不斷地膨脹 醫生就跟我媽媽說 他再膨脹就過不了今晚 因為腦會缺氧的 我只能夠做一個手術去補救這件事 就是將他腦的細胞 割了拳頭那麼大出來 就是右手變前面這個 他說 但是他寫不寫回我們都不知道 割完之後就很肯定 他就阻鎖了的活動能力是有問題的 醫生其實解釋得很清楚 給我媽媽去簽這個紙 就是要是生要是死 你自己決定了 劉太這樣 我媽媽其實都是 一夜白頭去簽這個紙 劉兆章總共做了七次腦部手術 昏迷過三個多月 徘徊生死邊緣之後 在醫院住了十五個月才可以出院 但是左邊身的活動能力 就沒有辦法康復 出事之前周圍的人說 你不要吃那麼多因為太肥 不要吃蟹糕 又不要吃雞皮 又不要吃肥豬肉 但是 永遠是吃那些最好吃的那一段 你不會想 這麼好吃 我不如不要吃 我相信永遠都是這樣的 旁觀者稱當局者迷 人家圈還圈 你聽到多少入耳 以後是一件事 如果你聽到入耳 就不會搞到這樣 油在那裡 油在那裡的膠襯了是不是 對 有一點氣你不要說 嘩很冷 現在吃東西就 不會說喜歡的 放進口裡 吃點菜呀 魚呀 小量的飯 健康是很重要的 當然 姐妹健康就不重要了 重要 中風之後 劉少莊用了十年時間 才接受到 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經歷和轉變 現在她經常和人分享 珍惜健康的重要 很多人會想 我現在年輕 我拼搏 總之我拼搏了幾年 賺了某些東西 但你賺了那些是什麼 可能是真的好的生活 但不代表是好的健康和生命 我的朋友 我個個都說 有我做人版 你們還不懂學聰明 還有學聰明一點 香港人 四個月前 一個二十七歲補習學校老師 因為患感冒告病假 第二天如常上班 在出外吃飯的時候突然暈倒 送到醫院證實死亡 醫生初步懷疑 她是因為感冒 引發嚴重心肌炎而撤死 她的家人和學生 對於她突然去世都感到很意外 寫死的出現 如果我們細心去看 的話 就未必是無緣無故的 如果你去想回 那個死者 死前那幾天的狀況怎麼樣 很大機會都會可能留意到 她可能沒什麼懷口 因為覺得好像不太消化 覺得頭髒髒 甚至乎在一個不想面對事實的情況大廈 忽略了這些跡象 這位教師在社交網站 留下了她去世前的日子 致女行間可以看到她的身體 曾經發出警號 先後被中午的筆記 中七徵讀班的東西 和今天的講座包丑夾擊 本人腐語頑抗 由昨晚直到現在 當眾經歷過上課 和隨便睡了三個小時 同學應該見到我 久不久就會握著一隻左手 嘩 昨晚真的被刀 好像不是自己的一樣 我以為自己爆了血管 是中風的先兆 幸好沒事 正所謂不打不知這麼好打 我教書這麼多年 都未試過發著燒來講書 今天竟然可以 這個感冒群 它其實不會很少搞心血管 但是它會搞泵 它會搞心臟肌肉 心臟肌肉 它發炎的時候 整個心臟肌肉 都好像患了嚴重感冒 它可能一兩日一兩個星期 整個心臟本來很正常的工作 慢慢慢慢它不會工作 而導致它沒有攻血 這些病人如果很嚴重 其實那個死亡率 是接近百分之四十五百分 即是很高 香港每年超過六千人死於心臟病 死亡率僅次於癌症 是香港的第二號殺手病 其中 由以觀心病致死的比率最高 當負責供應血液給心臟的冠狀動脈 因為膽固醇積聚 而不斷收窄 阻礙血液流通 就會導致心臟肌肉 缺氧壞死 通常有這些病 都是又吃煙又喝酒 又大魚大肉 我又什麼都不好 準時睡覺 吃東西清淡 這二十幾三十年都是這樣 不肥不瘦 都是又很健康 又有水 又踩單車 又跑步有空 都不錯 從來沒有想過 觀心病發生在我身上 46歲的賴華生 是客貨車司機 年半前 他在送貨期間 毫無鮮小的情況下 突然心臟病發 做做蟹 突然間 心口困著 肩膀很重 喉嚨好像被人捏著 而且流汗了 周身骨痛 我以為感冒 我又休息一下 又做一下 休息一下 半小時的事 我兩個多小時才做得完 開車回屯門 去到荃灣我還要休息一下 又不舒服 回到屯門之後 直到自己都不行了 要看看醫生 去到急症室 醫生一走來 和我有心電圖 有成一尺 好像很大件事 兩個醫生走過來 然後又多兩個 四個醫生走過來 然後走過來 和我說 你有觀心病 我嚇一跳 我自己都心臟好地地 怎會有觀心病 以為感冒打痴針沒事 原來這麼大件事 接著會進入心血治療 其實我很害怕 因為剛剛 我之前有個朋友 他先生也是這樣 但他就救不了 所以我更加擔心 因為他只塞一條 都救不了 醫生跟我說他兩至三條 那我就更加擔心了 退了進去 做通波仔都不行 原來是塞了四條 做了七個小時的 答條手術之後 醫生提他在心臟 接駁四條新血管 幫助攻血 他才挽回一命 後來聽醫生解釋 他才知道自己有 家族性膽固醇偏高 一對子女也遺傳了這個病 遺傳因子 令到某一類病人 膽固醇很高 他平時可以沒有症狀 但是其實 因為他從來都不嚴血 他不知道低密度膽固醇很高 這些低密度膽固醇的過量 就全部會積聚回到心血管裡 一些健康的人士 體能挺好的人士 比如說警察 消防員 甚至是運動員 他們也有機會突然間撤死 某程度上 可能他們有些隱性的觀心病 他們不知道 不過這個機會 就不一定很大 以前 賴華生很緊張自己的工作表現 又拼命賺錢 工作壓力加上脾氣急躁 令到心臟血管 長期處於繃緊狀態 經歷大病之後 他一改過去賺錢至上的態度 對生活有另一番體會 出節之後 人生觀轉變了很多 比如做事 我會慢很多節奏 每逢講完一句說話 尾後加三個字 又如何 這三個字 我做不到又如何 我做到又如何 找多些 又不會發了達的 找少些 又不會吃不好吃的 所以 不要逼自己 現在我會這樣想 自自然而 健康行頭 什麼都想著健康行頭 現在我開工 就沒有以前那麼緊張 都是因為自己知道災燥 就會導致你自己心臟的事 那你現在自己也是 有病在那裡 做什麼還要附下去 就放鬆一點 出事過了 我條命撿回來的 撿回來賺了 那你就自己 看看賺到多久 自己平和一點去繼續 那就會留意一下 平時 對醫療上的事 或者自己的健康 就盡量去保持住 免得自己身邊的人擔心 出事之前 我不覺得有健康 就是福氣 因為我覺得是理所當然 出事之後 我覺得有健康 是一個福氣 不是理所當然 中風之後 我有我自己的生活節奏 我有我自己的世界 我現在的確是放慢了一點腳步 腳步是因為我不想跟 這麼急速的香港人去爭 我反而覺得這樣 可能是一種真正的生命 根據聯合國人口基金會最新調查 香港男性平均壽命是79.6歲 女性85.3歲 都是排名世界第二位 不過香港大學一項調查發現 原來很多人是處一壓健康狀態 身體不算得上健康 而高血壓糖尿病 這類慢性病的患者 持續增加 面對這些無聲殺手 一不小心 後果嚴重 下星期 橫槍站 接著是東張西望 東張西望